快点开进来开进来 台中市有三名男子 14号下午前往大雪山森林游乐区时 趁着晚上人烟稀少 在附近国有林班地盗取扁薄树根 三个人开着宾室轿车离开后 经过园区出口前的土地公庙 还停下来拜拜祈求平安 不过三个人行踪可疑 早就被警方锁定 他们也疑似害怕被跟踪 一路走走停停 短短8公里多的路程 竟然开了一个多小时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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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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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下车 到后面 就到后面 在哪里拿的 那个 还没有到那个 那时候大雪山那边 是啊就在你车上 这不是我聚的啊 对啊是不是你拿到车上的啊 不是他们两个 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啊 你们啊 他跟谁 是这个吗 这两个吗 是不是你三个对不对 是不是啦 是不是你就讲了 是不是啦 是不是啦 就抓到了 我们在露营了 你说是或不是 都一样都是在你车上啊 还不老实讲 是啊 三人到案后 公称是因为缺钱花用 才盗取林木贩卖 而得手后 游乐区收费站还未开门 他们就先在附近的土地公庙旁等候 并向土地公拜拜 希望祈求保佑平安 没想到彩钢下山就被查获 警方讯后将三人依违反森林法 切到罪嫌移送法班 再次继续